雙魚座 雙魚座 瘋了 我想說真的瘋到 其實我今期要說的東西 跟上期的東西是 99%一樣 麻煩你聽完這個錄音之後 就立刻點到上期的錄音 怎樣可以快點找到呢 你可以去我Facebook IG 慢慢錄音 或者我現在的東西都放了上youtube 就算廣東話飯我都會順便放上youtube 但當然youtube我是會國語英語聲韻為主的 youtube打可能都很快的 但如果是Facebook IG 的話 你可以去找Hashtag 然後跟回時序 看哪一個片的片頭有相遇的Banner 你之後再聽聽吧 因為我都說了 為什麼我聲韻會這麼準確呢 就會過三關的 塔羅 然後根據塔羅的東西 由星象再去找多些資料 那之前這兩個就叫二部曲 對不對 然後第三就是 尤其是在我十五滿月的那些新聞 我就會自己也是之後去聽回 究竟我初一新月的那個聲韻 究竟是在說什麼呢 即是整個Lunar Period的課題是什麼呢 然後我再看看這個滿月的那個能量爆發 究竟跟整個Lunar Period的課題有什麼關係 那就可以為何會弄到整個故事很圓滿 所以為何那些人都經常說 哇 Thomas你的塔羅的聲韻很準確 為什麼呢 好 就真的 今次雙子撞滿月 那個Message 跟上面 上期那個真是99%一樣的 那現在這個雙子撞滿月的period 是cover到去哪裏的呢 就是cover到去農曆十一月尾 也就是我下期的聲韻 就是摩蠍座新月的開始 在這段時候呢 都是在說你們會比較累 要休息那些的東西 然後之後呢 就關於一些traveling的事 如果你們聽回我上期的聲韻 我會說你們可能跟一些很遠的朋友去聯絡 OK 那現在可能是你們要去跟他 即你是要去travel去見面 那所以為何之前說你們要累 我上期為何要你們休息 可能你們真的要去山巡水遠去見朋友 OK 如果看回那個星星 看回今次滿月的那個星星 OK 那就是說呢 今次這個滿月 雙子座滿月 那是因為有一個日月對沖來的 那其實就是分別發生在 射手和雙子座 是你們的天頂和天底位來的 OK 那加上就是說呢 日廟天揭的那顆火星 是三分緊 你自身命功 也都是你自己的守護星 就是剛剛逆行完不久的海王星 那所以呢 其實這裏不是在說 那就是在說 又是遠距離那些travel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呢 兩期星雲那些星象說的又是差不多 OK 然後塔羅的那些信息 簡直是完全差不多一模一樣的 那但是上期塔羅的那些結果 我已經忘記了的了 我也都不會留底的 那所以呢 所以其實 兩期的東西是貫穿的 那所以 是的 休息多一點 那那 為了 要見一個很遠的朋友 是的 還有這個遠的朋友 可能是你自己自己去travel的 那所以 為什麼要 儲好的能量去做這一回事 是的 那但是順便 也都要一提 就是說呢 再次說多次 你見這個朋友 未必是會這麼開心的 是的 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在這裡的